大家好 我们来看这份模考最后的题主题 题目说有一个圆跟Y等于2这条直线相切 而且这个圆会通过24这个A点 那题目问说这个圆的圆心 会满足下列5个选项中的哪一个方程式 事实上这一题在讲的就是 抛物线方程式的基本定义 那因为我们的课纲把二次曲线的方程式 挪到高3了 所以这个题目我们就用基本的做法来解 事实上我们的圆心O 它到A点的距离以及到直线的距离会相等 因为就等于半径 所以我们就利用OA等于 圆心到直线的距离 它就是半径来列出一个方程式 因此我们就可以拿到 根号下的A-2的平方加上B-4的平方 它就等于B-2的绝对值 这个就等于半径 那我们等号两边都平方之下 我们左边这个部分就可以拿到A平方-4A加4 再加上B平方-8B再加16 就等于等号的右边就是B平方-4B再加4 那4的部分可以消掉 B平方的部分也可以消掉 所以等号的左边 这边有-8B 这边有-4B 所以相消呢 我们可以拿到4B 就等于A平方-4A再加16 所以同出于4 我们就可以拿到B等于4分之1的 A平方-A再加4 所以AB呢 它会落在哪一个方程式上面呢 答案就是Y等于4分之1的X平方-X再加4 所以第18题就选3 A few moments later 那第19题要问说 圆的半径什么时候是最小 因为圆的半径呢 是B-2的绝对值 所以我们把这一项-2再加绝对值呢 我们就可以拿到B-2的绝对值 这个是半径 就是4分之1的A平方-A再加2的绝对值 那这个式值呢 它其实是一个开口朝上的抛物线 它有最小值在顶点的位置 所以在顶点时候的这个A呢 它有一个公式 就是2A分之-B 所以2乘上4分之1 负的负1 其实就等于2 这样子的时候呢 是有最小值的 我们带进去就可以得到 1-2加2 这个等于1 所以最小的半径就是1 A few minutes later 第20题呢 题目问说 P点位于-6-2的位置 那问说 如果A点呢 是圆C上距离P点最近的点的话 圆C的标准是为何 那我们来先观察一下 最近的点以及P点跟圆芯 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连起来之下呢 会发现到 圆芯跟P点还有最近的点呢 它们是三点贡献 而且最近的这个点呢 必须要在中间 因此呢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这个A点呢 是最近的点 然后有P点 还有一个圆芯O 叫做AB 这三个呢 要三点贡献 并且呢 这个A点呢 是在中间 因为圆芯呢 在这个二次曲线上 所以它是一个开口朝上 这样子的一个二次曲线 那根据我们的推论 A点 P点以及圆芯要三点贡献 而且A要在中间 所以我们把P A呢 连线起来 并且延长出去呢 让它跟二次曲线相交的这个 圆芯呢 就是符合三点贡献之下 而且A点在中间的情况 那这个圆芯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 所以呢 我们要解这个圆芯的位置呢 我们先求P A的直线方程式 我们再把这条直线方程式呢 跟二次曲线解连例 那我们求出来的X呢 就是圆芯的X坐标 那这边解完呢 X有两个解 其中呢 X等于1这个解呢 当然是不合的 因为X等于1呢 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要的是X等于6 比较远的这个位置 因此呢 Y就等于7 所以呢 我们的圆芯就是67的地方 那我们把 圆芯到这个直线的这个距离呢 其实就是半径 那我们这个可以算出来 半径其实就是5 最后呢 这个圆方程式呢 就会是X-6的平方 加上Y-7的平方 等于5的平方 当于5的平方程座 那我们要チLook 维ε 第一位 拿ý 一楼 我是 打借 一楼 人